凤主的民徒经 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 要耶稣摸他们 门徒便责备那些人 耶稣看见就老路 对门徒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于是报纸小孩子 给他们按手 为他们祝福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 经文不长 耶稣为小孩住宿 在这里看到 这个非常简单的故事 就是 有人带小孩来 来见耶稣 要让耶稣摸他们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想让耶稣摸他们呢 他们为什么要带小孩子来见耶稣呢 是因为他们想 让耶稣祝福他们的小孩 那为什么他想让耶稣祝福他的小孩呢 那是因为 他们通过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 看出来耶稣不一般 这是一位大先知 这是一位大有能力的 一位不一样的 从上帝那里来的人 是他们真的知道耶稣是谁吗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那我们看到 但是你看到门徒就责备 责备那些人 那为什么门徒要责备那些人呢 那有很多人把小孩子 带到耶稣这里来 不是很好的吗 为什么 为什么要责备呢 就比如说 如果你今天晚上 如果你们当中有人 把小孩子也带来 参加这个读道会 那我们同工会来责备你们 说小孩子在来干什么 或者是 你有没有过经历说 你带小孩子去参加教会的聚会 然后那个教会的同工说 你把小孩子带来干什么 小孩子不要来 小孩子这个好麻烦是吗 所以可以 当然你可以想象这里面 为什么 可能是 可能是因为门徒们觉得 觉得这个 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夫子 我们的主已经很忙了 忙着给人治病 忙着给解决各种问题 赶轨 传道 事情很多 那你把小孩子带来 占用我们 我们的主的时间 好像 这个 不太好 不太妥当 是吗 至少这个小孩子的事情 不是优先要解决 有可能 也许门徒们觉得 耶稣太重要 太忙碌 或者是 太劳累 那不应该被不重要的小孩来打 可以想见 在古代的时候 小孩子 虽然也许在家里面 还是 也是 也是 最重视的 但在社会上 没有人把小孩子 当作很 很重要的 但是耶稣 却 却不是这样看 耶稣看见他们做的事情 就很恼怒 很生气 耶稣非常强烈的反应 你在整本身体里面 其实你看到耶稣生气的时候 并不多 他有对法利塞人生气 他有对那些 自己以为 懂得上帝的道理 但是实际上却不明白 而且把别人 带在沟里面 是那些人 他是很愤怒 但是 他在这里 他对他的门徒 跟随他的这些人 他很愤怒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很愤怒呢 你如果往前看一点的话 其实在 马可福音的第九章 这个地方的时候 九章三十六节 三十三节这个地方 他们争论谁为大的时候 当时 耶稣就 领了一个小孩子来 然后叫那个小孩子 站在门徒中间 就抱起他来 对他们说 凡为我们接待一个 像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 不是接待我 是接到那差我来 所以之前 其实已经训练过他们 已经告诉他们 不要拒绝小孩子 是吧 而且接待小孩子的是 是主所喜悦的 那我们要再来思想 如果你往后读的话 你就更加明白 为什么耶稣说 为什么看到他们这么做 很生气 因为耶稣甚至说 在神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 断不能进去 这是 你看到 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说 只有小孩子 这个 才能够进天国 或者说 年龄以上的小孩子 是上帝所喜悦的呢 当然 你看这个 这字面 这段话的意思 你也知道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那他讲的是 你要像小孩子 像小孩子 那像小孩子 是什么样的人呢 小孩子有什么特点 如果我们继续 往后十六节 你看到 耶稣就抱着小孩子 给他们按手 为他们祝福 那么在这一段里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 和朋友们 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小孩子有什么特点 依赖大人 还有什么特点 小孩子有什么特点 小孩子很可爱吗 是因为这些小孩子 都很可爱 都很纯真 不怎么犯罪 是这样吗 是因为小孩子 都很单纯吗 很听话 小孩子很无知 有人说小孩子很无知 小孩子还有什么特点 有没有见过 那种调皮打蛋的 一塌糊涂的小孩子 有没有见过 见过 有的 那 当耶稣说 凡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 断不能进去 这里指的是 他的天真呢 是指的他的依赖呢 还是指的他 小孩子一塌糊涂呢 到底指向哪一个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想可能都有 朋友们我想都有 像小孩子 你不要老是想的 一个意思说 像小孩子的意思就是 要想小孩一样单纯 不单纯的人 不能进天国 那如果是不单纯的 不能进天国的话 那 那我们中国人 能进天国的人很少 因为你知道我们 中国人在 在这个社会上 大概越长大 就会越复杂 基本上 长到18岁以后 就心思特别多了 单纯的人也很少 那能进天国的人 那就 那就非常少 是单纯吗 不是 小孩子对上帝 的信靠 这里面 当他用小孩子来比喻 来作比的时候 就讲到 小孩子对父母的 那种依赖 信靠 是如此 的简单 不加思索 小孩子是无能的 无力的 甚至是一塌糊涂的 但是 他们都依靠 他们的父母 如果我们 我们今天晚上 现在有146台设备 至少有146个人 我们这146个人 如果 如果我们这个房间里的人 依靠上帝 就好像小孩子 依靠自己的父母一样 那我们就有福了 这小孩子里面有 有很乖的 也有很调皮的 但是无论是很乖的 还是很调皮的 他们无一例外的 都相信自己的父母 都依靠自己的父母 依赖自己的父母 而且即使他们当中 最一塌糊涂的 别人最看不上眼的 觉得特别讨厌的 在他们父母眼里 依然是宝贝 是这样吗 耶稣用这个比喻 来告诉我们说 他说 不像小孩子那样 接受上帝的国 就不能够进上帝的国 为什么 这点对我们来说 很有挑战呢 因为我们都习惯了 我们要表现好 我们要做出 做出一番成绩 证明我们好 当然小孩子 长大了一点以后 在我们的教育系统里面 也会接受这个观念 是不是 小孩子 读了一点书以后 他马上拿回家 把他的 那个考试试验 给包包包看 你看我这次得了95分 你看我这一课得了100分 他的意思好像是说 你看我就配得 我配得你给我做饭 我配得你 你对我好一点 而且我还要更好一点 你最好 你最好还带我去游乐场玩一下 你最好还给我买个玩具 我配得嘛 为什么 因为我考100分 小孩子慢慢的也会 也会有这个 这个脚诈在里头 但是小孩子越小的时候 越知道自己 不是依靠自己的努力 你看小孩子是 刚生下来的婴儿 他怎样依靠自己的父母呢 他不会说话 他就哭嘛 是不是 他饿了他就哭 他冷了他也哭 他疼了他也哭 他总是哭 我们呢 我们若不像 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 我们还是用一种 想要在上帝面前 证明自己 你看我 我是一个政治的人 我是一个不说谎的人 我是一个努力的人 我是一个很有公义心的人 我比其他人都政治 你看我 我跟这些 我跟中国的这些很多人不一样 我是一个好人 这是我身边的很多人 现在都变坏了 举世皆逐 唯有我独亲 如果我们还是要这样努力的话 我们就是没有回转成小孩子 因为小孩子 一个小孩 他跟他爸爸妈妈说 我饿了 他不会说 爸爸 你看 我今天做了这个事 做了那个事 那我饿了 现在你是不是可以给我做饭呢 小孩子不会这样 那学会了大人的把戏的小孩子 他会慢慢的开始 想要靠自己的功劳 证明自己好 小孩子在最早的时候 他一躺糊涂 他完全无能为力 他完全依靠 完全相信他的父母的时候 这是在这个比喻当中 所以要讲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 我不知道这个比喻 对你有没有挑战 有没有让你觉得有点难受 若不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 就是若不放弃你自己 总想做一点什么 证明你配得上帝的爱 你就不知道上帝是爱你的 你苦苦挣扎 苦苦地努力地寻求的 那一切 其实上帝是白白地给你的 那你不是因为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 他足够好 才来救他 才来爱他 不是 在我们还与他为敌的时候 但我们还做他的仇敌的时候 上帝的儿子就为我们死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 这个是基督教信仰的关键 如果你信的一个基督教是 来 基督教可以让你变成一个好人 你从前的好多的问题就是因为 因为你太糟糕了 你确实太糟糕了 你是一个罪人 是的 这个说的是对的 你是个罪人 你的出路是什么呢 你的出路是你现在要变成一个好人 如果你是一个罪人的话 你看你自己都鄙视你自己 你能解决你的问题吗 你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吧 好 现在我告诉你 你来信耶稣 信耶稣之后呢 你就 你就可以变成一个好人 信耶稣之后呢 你就可以 戒烟 戒酒 戒赌 然后你也不会去搞婚外恋 你也特别的有爱 爱自己的孩子 你看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人 你知道吗 加入这一个群体 然后你就可以解决你生命中的很多的问题 来吧 来 加入这个群体吧 看看在你这个生活的周边 有一群非常正直的人 有一群非常有道德的人 虽然这个社会非常的糟糕 但是他们不一样 来吧 加入到他们当中 如果你听到的是这个 我得提醒你 你听到的可能不是福音 你听到可能不是福音 基督教真正的核心 信仰的核心不是这个 或者说是与这个相反的 福音是什么 福音是 你足够的糟糕 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糟糕 也许你还没有认识到 也许你还不承认 你有多糟糕 但是实际上 如果你诚实的看自己 你真的糟糕吐顶 你是 你比中国人讲的那个 头顶 长包脚底流浓 我们还要糟糕 就好像我们前两天 我不是前两天 我们前几次 我们有一次看到 这个视频里面 他说如果把你的一生 你心里面想了什么 你做的什么事情 都放出来的话 你会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 其实这个自己是比你自己能够接受的 那个糟糕还要糟糕的多 但是 上帝爱你 你不需要变好以后 上帝才爱你 上帝在你急糟糕的时候 他就定义爱你 而且已经将他儿子 为你所留的血 将他儿子为你所担的罪 都算作 算作 是你的功劳 算作是你的功劳 当然这个跟你完全没有关系 基督在两千年前 但实际上为 我们的罪而死 这件事情 你有 你有一分一毫的努力吗 如果你有努力的话 如果你可以努力的话 你知道你做的事情是什么吗 你就是加入到那个 其实全地的人都是如此 如果你在那个时代的话 你就是加入到 将耶稣钉死的 那个群体当中 你就是那个不幸的人 但是 耶稣却为你的罪死了 你 你连那个不幸的罪 都被赦免了 今天 耶稣来到你生命当中 他使用一些人 来告诉你 他的爱 正在进到你的生命当中 或者是 他的爱已经进到你的生命当中 有许多年 你却悄然不差 你却不知道 所以 这个我们所信的 我们 所信的这一位基督 他不是因为我们 有什么好 他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我们 甚至也不是因为我们 知道我们决定要信他 他预先知道我们这些人 会信他 所以他选了我们这些人 不是 不是他 不是他预先 因为因为好像我们这些人 后面会做出一些 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他来嫌我 不是 基督为所有的人死 这是对的 这是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朋友们 你怎么回应 你怎么认识 当我说基督为你死的时候 这是真实的 不是因为你信他 不是因为你信他 不是因为你将来要在教会里面服侍他 不是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基督爱你 他如果不爱你就不造你 如果他不爱你 他就不会让你享受阳光雨露 如果他不爱你 反正更重要的是 他不会为你在十字架上来 而死在那个十字架上 所以 现在 这个恩典已经摆在你面前 你要怎么认识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那晚上我们 我们还是会一起来看一个短的视频 我欢迎大家可以一边看 一边也回顾 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和我们的一点点分享 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待会我们可以来交流 我们可以 先回应这个问题 不幸也能进天国 不幸当然不能 不幸当然不能 不幸 那那个恩典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们一起来看 看一段的视频 看一段视频 还是很短的一段视频 跟我们从前是一样 就是十多分钟 那一个短的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 然后 然后呢 我请大家可以有一些思考 然后 你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提出来 我们一起来讨论 你可以睁开眼睛了 觉得怎么样 这回我请你们多少钱 如果神问你 为什么我要给你永生 你会怎么回答呢 这些就是神给我永生的理由 这和马可福音 第十章里的一个人很像 就是你所谓的好人 圣经的另外两位作者 也讲述了同一件事 结合马可的记载 我们可以勾画出这人的样子 马太告诉我们 那是个少年人 路加进一步说 他是一个官长 马可则描写了 他富有 道德高尚 有属灵追求 并且很敬钱 所以他可以说 是什么都有 既年轻 又有钱 还有权利 认识他的人 都认为他是个好人 他应该很受人尊敬 完全就是我们多数人 梦寐以求成为的那种人 但他也有软弱的一面 他跑来跪在耶稣面前 按我们的经验 这可不是一般有钱人会做的事 他问了耶稣一个问题 是谁都会问的最重要的问题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 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 问他说 良善的夫子 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承受永生 换句话就是 进神的国 或者有财宝在天上 或者得救 这些词句在马可福音第十章 都带着相似的意思 就是因着神的赦免和接纳 而得到极大的喜乐 在今生和永生自由享受 与他同在 那人问 我该做什么才能得到 怎样做才够好 耶稣直接反问他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耶稣给他一个现实的提醒 对于神究竟多好 才算好 我们倾向认为自己 大致上是好的 因为我们通常只拿自己 跟别人比较 如果我们和电视上的人 或者不喜欢的人比较 就很容易像热气球一样 飘飘然 但是耶稣说 如果你想知道 谁能配得被称为良善 谁能配得承受永生 就试试拿自己跟神比较 那位完全公义 满有智慧 完全纯洁 和满有慈爱的神 这样你就会知道 自己有多好了 可是那人并不明白 于是耶稣接着说 借命你是小得的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亏负人 当孝敬父母 他对耶稣说 夫子 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如果神问这个人 为什么我要给你永生 这应该会是他的答案 我从小就遵守你 所有的借命 但真的吗 耶稣温柔而慈爱的 给这个人第二次现实的提醒 耶稣看着他 就爱他 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件 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真的遵守了所有借命吗 是否遵守了 耶稣称为第一要紧的借命呢 要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为了验证他是否真的爱神 耶稣用挑战来测试他 放弃你的钱财 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 有强盗来到父翁面前 用枪指着他说 要钱还是要命 但父翁一直不吭声 强盗就大喊 我不是在开玩笑 要钱还是要命 父翁回答 我在想 我还在想呢 要钱还是要命 这还需要想吗 但那富有的少年人 如何选择呢 他听见这话 脸上就变了色 悠悠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到底要保留金钱 还是要换取永生呢 这人选择了金钱 他离开耶稣 表明了尽管他认为自己是好人 但事实上 对他来说 钱财比神更重要 这也表明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机 当你住的房子发生火灾 你不会留在那里收拾财物 因为你的生命更重要 对我们而言 什么更重要 有什么是你不愿放弃 以致拦阻你 换取耶稣所赐的永生呢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皆是我们距离良善有多远 距离神有多远 耶稣周围一看 对门徒说 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 是何等的难呢 门徒吸其他的话 耶稣又对他们说 小子 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 是何等的难呢 骆驼穿过真的眼 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换句话说 这是不可能的 门徒所以吸其 因为他们视钱财为神的赐福 他们觉得这意味着神喜悦某个人 耶稣却说 即使是道德高尚 宗教虔诚 政治上又有实力 并且十分富有的少年人 也没法做足够的好事进天堂 好行为就像热空气 只能膨胀一下 为什么 因为不管我们做什么 都无法改变内心深处的事实 我们的心都有严重问题 导致我们与神隔绝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耶稣的话揭露了我们内心的真实状况 从人里面出来的 那才能误会人 因为从里面 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 苟合 偷盗 凶杀 奸淫 贪婪 邪恶 诡诈 淫荡 嫉妒 放毒 骄傲 狂妄 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 且能误会人 这正是我们的状况 我们最深处最核心的状况 我年轻时参加了一次旅行 在旅途中得了一种可怕的皮肤病 使我的脸变得和芝麻饼一样难看 于是我在脸上贴胶布 用这些小胶布 遮住脸上恶心的窗 胶布遮掩了我的病症 但当然它不能医治我的疾病 最后 医生必须开很强的抗生素 来对付我皮肤深处的感染 同样的 我们做那些让自己看起来很好的事 就像遮丑的胶布 也许能遮住我们内心深处的问题 也许能让别人觉得我们还不错 但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根本不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神 你应该给我永生 因为我 任何这样开头的回答 或任何把自信建立在 你是谁 或者你做过的事上 都是没用的 让我再说的更清楚 根据耶稣的话 这一切对你毫无用处 如果你真的想承受永生 请不要相信 这些事能帮你 千万别搞错了 不是说做这些事情不好 这些都是好事 但如果我们以为靠这些能赚取永生 如果我们试图在神面前为自己辩护 那就变成坏事了 耶稣的话 很快就让飘飘然的少年人回到地上 不管我们觉得自己多么有道德 或多么良善 我们甚至连第一要紧的诫命都不能遵守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就像那少年人 我们爱其他事物过于爱神 以至于我们与神隔绝 门徒马上明白了 这让我们都陷入绝望中 如果连有钱人都不能进神的国 还有谁可以呢 门徒就更为惊讶 彼此对问 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的回答让人绝望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是不能 换句话说 有些东西是我们永远不配拥有 无法赚取 也不能付代价买来的 但这不表示 我们不能把它看作神的礼物来接受 耶稣继续说 在人是不能 在神却不然 因为神凡事都能 如果我们做任何事都不能承受永生 又有谁能承受永生呢 奇怪的是 如果那位富有的少年人早一点出现 他就能听到 耶稣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了 就在见到他之前 耶稣遇到另一群人 他们和少年人完全相反 少年人有财富 他们一无所有 他受人尊敬 他们被人忽视 他有视力 他们却软弱到 要靠人带着来见耶稣 他悠悠愁愁地离开了耶稣 他们缠着耶稣 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 要耶稣摸他们 门徒便责备那些人 耶稣看见就恼怒 对门徒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向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于是抱着小孩子 给他们按手 为他们祝福 说到小孩 耶稣并不是指幼稚或轻易相信的人 才能承受永生 也不是指天真无邪或单纯 我也做过小孩 小孩不见得一定天真无邪 耶稣所赞扬的是小孩子对人依赖的特质 小孩依赖别人为他们做所有事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他们能做的就是张开双臂大声求助 小孩子不会努力地为他们的食物 住宿或父母的爱去支付代价 因为他们没这个能力 他们付不起代价 完全依赖别人 把一切都看作礼物 全然接受 正因如此 耶稣所讲的信息与别的宗教很不一样 其他宗教会说 你要做什么 不可做什么 才能得神接纳 但耶稣告诉我们 这完全不是事实 因为人内心的问题实在太严重 唯一可能让神接纳我们的方法 就是他愿意帮助我们 亲自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 然后把赦免当作礼物送给我们 这正是神差耶稣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事 这是我们无法赚取也不配得 其实相反的 我们只配得神的惩罚 而耶稣却代替我们 接受了这个惩罚 让所有信靠他的人 无条件地得赦免 耶稣说 如果你想进神的国 或想经验 因着被神赦免和接纳 而有的极大喜乐 近来成为神家中的一员 在今生和永生 永远自由地享受神的同在 如果你想得到 唯一办法就是像小孩那样去接受 承认自己不配 也无法争取 把他看作礼物高兴地接受 我们只有来到他跟前 不要抱着自己积攒的功德 而是空手而来 准备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 神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义 换句话说 耶稣亲自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 使我们得称为义 如果我们信了耶稣 神看我们时 他看到的是那位完全顺服 完全公义的爱子 而这就是恩典 神赐下我们不配得的义 是我们无法赚取 也无法偿还的 我们只能接受它 那不是一个奖赏 而是一份礼物 是神亲自付了代价的礼物 当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说 你是很珍贵的 听着当然开心 但感觉不会持久 当伴侣或知己告诉你 你是他们所爱的 就像给了你全世界一样 但是当创造天地的主 就是那位看透你一切心思的神 告诉你 祂会为你而死 一切都改变 虽然我们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罪恶 但神比我们想象的更爱我们 我们不用再去掩饰自己 祂了解我们一切 祂仍然爱我们 这代表我们从奴役中得到解脱 不再需要从习惯的地方寻求价值感 金钱或者权力 宗教或者事业 美貌或者别人的认同 我们之所以在这些地方寻找自己的价值感 是因为我们没能从神那里得到 但当你来到耶稣面前 你明白到神看我们多么珍贵 当你仰望十字架 耶稣仿佛在说 这是为你的礼物所付的代价 这表明你的罪是多么严重 也表明我有多爱你 我们比自己意识到的还要罪恶 但神爱我们 比我们想象的多 这是你的创造主 现在要给你的礼物 耶稣说 空手到我这里来 我有东西要送给你 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 你今天晚上来的时候 是空手来的吗 还是你也准备了 你也准备了 给上帝的礼物 愿你们是空空的来 然后满满的回去 好 在进入到下面的问题的 这个之前 我想 请大家稍微有一点互动 我想请几位朋友来分享一下 你看这个视频当中 你印象最深的一点 是什么 木道友和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姊妹 都欢迎大家分享 简短的分享 就是你对这个视频里面 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什么 好 公民老董请说 感谢主 感谢李长老 我刚才看的这个 所以实验的是 信了耶稣 自己 弄乱是个碎人 也 做得不那么好 也不像那个少年人 差远了 但是神呢 说 要跟随他 神就给我送那 奇妙的礼物 这个礼物太好了 这个以前 在那个圣经上都是教会里说 神我相信神了 神可以有赦免我了 我们承认自己的罪 然后耶稣就 他要赦免我们 他有赦免的权利 然后呢 神给我们讲恩典 然后出去我们的罪 能喜信我的罪 虽然我还不干净 信了 信了主呢 也经常有 信慈 意念 也经常有 不纯洁的地方 这个是别人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所以感觉 今天看到一个 就是恩典 还有一个赦岁 还有这个礼物 都是自己 不配得的 我以前都是 一信 信耶稣就能上天堂 信天国 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怎么信 也不行 这居然看 并不是说我信了 就能换了 换到那个 信神的国 这不是换来的 这不是用自己说信了 自己做的多好 换来的 这是神 白白给我们的恩典 是给我们奇妙的礼物 感谢主 谢谢 谢谢公民老董 好 再请 请几位 朋友和弟兄姊妹 可以愿意分享好吗 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这段 虽然只有十几分钟 但是我想里面 讲的内容 还是挺丰富的 有朋友问到说 这个视频有回放吗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可以跟我们联系 好吗 跟我们这几个几个联系 然后 看怎么样 有机会我们再回放 会找机会来回放 是 这个内容本身 我想我们可以多一点讨论 你在现场就 就可以 我们就来把这个内容吸收 好 这个 克雷吧 这个朋友 请说 你这样了 我一个不好的喜欢 喜欢咬文脚趾 今天好像 今天突然这个视频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 这样理解 对不对 就是说 包括我 包括很多弟兄姐妹 常福音 就是那句话 信耶稣今天堂 好像从逻辑上来讲 是因为你信了耶稣今天堂 这个是不对的 然后今天我突然好像 一个感觉 看了这个视频 我觉得 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信了耶稣 就是接受这份恩典 这样理解 对不对 你就现在开始问 开始问问题了 我本来想请你分享 那个我简单回应一下 就是请大家可以多分享 你们自己多分享 你说的对 是的 信耶稣的意思 其实看起来是个主动的事情 但是其实质呢 其实这里面表达的是一个 相当被动的事情 因为 就是接受这个 恩典 你说的对 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礼物 这个礼物 你收下来就 就好像那个片子一开头 他还没有开始 那个片头的时候 那个小孩子 收到他父母 给他的一个礼物 我们会问爸爸妈妈说 你给我们这个礼物 我欠你多少钱 我现在欠你多少钱 现在是礼物 对 你说的对 信耶稣是接受上帝给我们这个礼物 我们先是明白这是一个礼物 然后我接受这个礼物 然后我带着感恩的心 然后来感谢送给我礼物的这一位 是吧 这一位我的爱我的父亲 所以你说的很对 是的 你这样了 你这样了 好的 你说本来想叫我分享 我真的有点想分享 请说 这个是 这个很 我就是说 很有信 我光光信徒说 人生我离那个成都非常非常远 我是江老 但是我其实一直受到你们的远程的模样 今天这个讲到我又把以前包括你们 王一牧师包括你啊 讲到的都串起来的 其实那个王一牧师就是这样讲的嘛 福音首先是一个坏消息 这个坏消息有多坏 那么这个好消息就有多好 今天也讲到了这一点 那么最关键一点就是说 我每次听你们讲到 我心里面就会得到鼓励 火热 被眺望 眺望 那个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说 我们多么多么多么糟糕 但是神的恩 就是说 神仍然 神对我们的爱 我们自己有多坏 我们自己都不能够知道 但是神爱我们 有多爱 我们很多时候也不清楚 我想起就是说 你们那个王一牧师讲了一句的话 恩典永远是大于罪 所以说 因为我现在环境的原因 我时不时的处于一种沮丧 忧意甚至绝望 那么今天 哎呦 神的恩典 神的爱是那么浩大 心里面有点火热 所以我忍不住分享一下 谢谢 这是一个中国政策的图示 你多次知道 你开时间的非官方关键 多次知道 你官方法和国会 去台六上保证 我们都知道 博恩是一个知识的外交官 而且你担任了 祝华大神 他应该知道 对台证 那么为什么在上面去 会发出这样的信号 发到这么多 你当扰 你弟兄 没有声音 中国议员们所问的问题当中 有关台湾的信息 也非常的多 他在里面想强调的一个图求 就是如何强化 台湾的军事安全上面的一些装备 或者一些准备 然后呢 作为对抗中国大陆的 所有的这一些参考 那么他同时呢 也大力的参赞 包括了前任的总统克朗普 以及他的国务卿蓬佩奥 当时所建立的印判战略 还有呢 拜登呢 而且呢 那么由这个 奥特斯拉克逊的 英国 美国 澳洲呢 受洗的弟兄姐妹 先主持 他马上就会上来 马上就会上来 稍微等一下就好了 请大家那先等一下 那边网络不太好 已经上了 听得见 听得见 可以就闹 好的 好的 谢谢 抱歉 我刚才网络 不然有点中断了 这个我就 重新登陆上来了 谢谢 谢谢 刚才 谢谢刚才的 这个 这江的 这位弟兄的分享 是的 确实是如此 谢谢 也谢谢你 刚才 虽然我就听到了一部分 但是我听到你讲的 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引用的 王英牧师讲的那个 其实我们对恩典的认识 其实常常是 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 为什么对恩典的认识 非常有限呢 很多时候是因为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 不配 对我们的 罪 罪悟的程度 是认识有限 我们还是 总觉得自己 还有一点点好 所以 这是我们 可能经常会面临的 这个问题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还可以有 有几位弟兄姊妹 或者是朋友们 可以分享好吗 就是你刚才看的 这个视频里面 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还可以有人 分享一点 好 我们一会儿再回应问题 我先请大家来分享 你看了这段视频以后 你的 你的印象是什么 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 杨艳丽姊妹好吗 你可以 可以分享吗 看到有一位打开了 就是春阳 请说 我印象最深的是 要钱还是要命 但是还是 开始的时候 有那个富人在犹豫 然后还是选择了 要钱还是要命 还是 然后像少年才这样 还是选择了 要命 不是要钱 因为又走了 很多的时候 可能我们面对永生的时候 还是会选择要钱 却没有选择永生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可能印象最深的一点 没听见 没听见吗 可以听见 谢谢 听见 听见 还要命 好 还有 还有其他的人可以分享吗 好 请说 旷野牧人 我要提一个 上帝绝对主权的问题 这里面就说 哪怕刚才讲到 就是说 有人说 你要钱还是要命 就 如果说 上帝的 拣选 连到这个人的身上的话 他 他不可能说出这种话 他也不可能做出这样选择 就是说 上帝 要定义 要选 拣选 他的话 他 他哪怕就有这种 想法 上帝 也会 翻转 他的思想 让他 做出完全 不同的决定 这个是我要 说的 感谢 主 好的 谢谢 刚才这一位弟兄的分享 你讲的这个是 当然是对的 是从上帝这一面来看的 我们 我们来琢磨上帝的心意的时候 我们来琢磨上帝的话语 他的意思的时候 后来我们总结出来说 原来 原来我们信的人 我们的所有信的人 其实都是上帝所拣选 但是请注意 我也特别请 目道的朋友们 我再说一遍 请你们不要太多的纠结 说上帝有没有拣选 你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 没有人知道 好吗 就是上帝的那个 那个花名册 没有人见过 无论这个人 他的地上的表现是怎样 他是在做牧师 在做长老 还是在做传道人 还是他现在 一塌糊涂 根本就 行为上根本不怎么样 这个人有没有在上帝的生命册上 我们不知道 所以上帝的拣选是一个奥秘 无人知晓 没有人知道 我们能够知道的非常有限 那是不是说 是完全一点都不知道 关于上帝的拣选呢 这个一点都不知道呢 我不是说一点都不知道 比如说我们知道上帝怎么拣选人 当然我指的不是说 在创世以前怎么拣选 那个我们不知道 就是他怎么在 现实的历史当中 来拣选一个又一个的人 归入了他的名下 他怎么写明 他的创世以前的那个拣选 这是我们知道的 怎么拣选呢 他就是把福音 把这个道 然后写明给 所有的人 然后在这些 以诚实的心来回应 这个道的人 真正来悔改自己的罪 来信靠耶稣的人 就证明 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人 那有没有人是假的呢 在这个回应的人当中 但是我刚才讲说 这些所有的人 他们其实所做的工作 只不过说 他们证明 显出来上帝拣选了他们 但是他们到底是不是 上帝所拣选的呢 只要这个人还活着 只要这个人还活着 你就不知道 没法知道 那将来有一天 你会知道 那现在活着的时候 怎么办呢 活着的时候 那你没办法知道 上帝的拣选 那个上帝的画面册 又不给你看 那你怎么办呢 那你就凭着信心 到上帝面前来 因为上帝已经告诉你 凡是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的人 都必得救 所以你就知道 你就抓住这个音许 你就抓住这句话就好了 就好像 圣经里面并没有写 这样一句话叫 信耶稣得永生 没有 圣经里面 没有这样写 这样一句话 这六个字 这是我们总结出来的 这个总结出来的 对不对呢 当然是对的 当然是信耶稣得永生 但是我们很多人 当我们听到 信耶稣得永生的时候 以为 这是我们要做一个 这个我们做一个决定 我们做的这个决定 来决定我们的生活 其实 其实如果你真的明白的话 你发现 发现我 因为我刚才掉线了 我现在 现在没有办法 来操作一些事情 我请几位同工 帮我来操作一下 就是帮我进一下音 好吗 就是如果你看到 有一些人在 他不小心 你就帮我来静下音 好吗 那个 请现在那个 是主持人的那一位 那个同工 把那个主持人 就是你点我的名字 然后把主持人 那个转给我 你就在那个 参会人里面 点我的名字 然后把那个主持人 把我设为主持人 就可以了 好谢谢 刚才我掉线了 抱歉 好 我继续 就是 那 所以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 我就跟他 传福音 很多年了 他目到很多年 但是我就问他 我说 你 你为什么还 不信呢 他说 我认为是因为 你们的上帝 还没有解释我 这个说法 对不对呢 这说法不对的 这说法不对的 因为当他这么说的时候 他的意思并不是说 他没有看到 那个上帝的那个花名册 他的意思是说 上帝没有做一些事情 使他来相信 这是不对的 因为 当有人来问你 当有人来问你 当有人传福音给你 当有人带你读圣经 当有人送圣经给你 当有人陪伴你来走这个信仰的路的时候 这些人都是上帝的差派来帮助你 就好像曾经大家都熟悉那个故事 有一个人在发洪水的时候 上帝打到说 上帝啊 请求你来救我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 然后 第一艘船开过来了 叫他上去 他说 他说 我不上 因为上帝要救我 第二艘船开过来了 他也不上 他说 我相信上帝要救我 但是最后 他死的时候 他问上帝 为什么不救我 就是说 那前面的那几艘船 都是我叫他们开过来救你 你一手都没上 你理解的意思吗 就是 其实 我总结一下 刚才讲的关于解决的问题 刚才因为 在这个对话框里 也有人在问这个问题 我简单总结一下 来回应这个问题 就是 亲爱的朋友们 请注意一件事情 拣选这件事情 是什么时候你知道的呢 等到你 过了窄门 等到你相信了之后 你进到那个门里面去以后 你看到说 那就是上帝的拣选 是我已经拣选了 但是你还没有信的时候 你还没有真正明白 这个恩典的时候 我相信 我就请你先把这个 关于拣选不拣选的问题 你先放下来 你要知道 应许是给 确实是 给所有的人的 这个 这个 这一个 邀请 这个邀请 这个福音的邀请 邀请 所有的人来相信 这个所有的人 没有排除任何人 没有排除任何人 刚才一直有 有一个朋友 一直在问你一个问题 说 圣经上哪里有空手来 这句话 这句话 当然不是从圣经里面 某一个地方摘出来 而是 我们读圣经 我们看到清清楚楚 上帝要人来 就像小孩子这样 刚才我们读的这段 就是 若不能像小孩子 断不能进去 小孩子有什么礼物 可以给 耶稣吗 小孩子可以什么好的表现 在耶稣面前吗 没有 这就是其中的一段了 当然其他 其他所有的地方 关于福音的地方 都指向那一点 你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你是空手来的 你没有什么礼物 可以来跟耶稣做交换 你没有什么功劳 可以来证明你配得 你完全是依靠恩典 恩典的意思是什么 恩典的意思就是 白白的给你的 如果不是白白的给你的 那就不是恩典 如果是 那就是 做工匠 你做事 然后 你在一个地方上班 老板自然也给你开工资 他不开工资 是他公益的 那如果你在上帝面前 做了一些好的事情 上帝要给你酬劳 给你回报 那个不是恩典 恩典是什么 恩典就是 你完全不配有 不配拥有 但是给了你 这就是恩典 好 谢谢 然后我们 我们就 继续来回应问题 好吗 我来看一下 这个 有一些的问题 我可以可以来 现在可以开始来 回应一些问题 有一位朋友 在一开始的时候 讲到说 难道不信 也是可以进天国的吗 那上帝不看 不看人的任何的表现 对吧 那不信是不是 也可以进天国呢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耶稣在 一项福音 这个地方 还有一句话 我可以读给大家听 众人问他说 我们当行什么 才算做神的功呢 然后耶稣说 信神所拆来的 这就是做神的功 信神所拆来的 这就是做神的功 信耶稣 你在上帝面前 要做什么呢 你要做什么事情 做上帝 吩咐你的什么工作呢 人最大的工作 有意见 就是信 这是信 当然你说 信 我之前我们也解释过 信的意思并不是 并不仅仅是在你脑子里面 从这个 以前你在某一个判断题里 那个后面打叉 然后把它涂了 然后现在打钩 这个判断题是 请问你是否相信耶稣 为罪人死 而且这个罪人当中包括你 然后你呢 从前是打叉 现在你打个钩 不只是在理性上 做这么一个决定 做这么一个抉择 信的意思 是一个 全然的 人的生命的 全然的尾身 信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你如果相信 如果你信这个 意味着你从此以后 你的生命 你的道路 你的选择 完全 与从前不同 如果说你的信 你的信只是在理性上 你接受这个事实 你说 我同意 我同意耶稣 确实为罪人死了 我也同意 我是个罪人 你说我同意 你同意了 然后呢 然后你什么 然后你该做什么 做什么 你该做城管 做城管 你该去 这个 叶总会 你去叶总会 你该出轨就去轨 你想出轨的时候 你就出轨了 然后 然后你说 这个我已经在理性上 同意了 我已经同意了 耶稣 为罪人死 我也是个罪人 然后耶稣为我死 你这个同意是假的 你并没有真的明白 你同意了什么 有很多时候 你稀里糊涂的 很多人稀里糊涂的 同意了 有些人以为 有些人以为信耶稣 跟入党似的 我只要举个手 我宣誓 我宣誓 这个我为共产主义 奋斗终身 你真的 有几个人真的为共产主义 奋斗终身的 我只是表态 那个不重要 我相信你他道理 但是那个不重要 我们很多人都觉得 那个不重要 当你来说你信你是一个罪人 耶稣问你死的时候 那意味着什么 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那意味着什么 那意味着亲爱的朋友们 那意味着从此以后 你意味着你在 耶稣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要钱还是要命的时候 你做了一个决定 你说我要命 你明白吗 你说我要命 我不要钱 耶稣是来要你的命的 耶稣不是来要你的钱的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我就说 耶稣不是白白的给我恩典吗 他怎么要我的命呢 他给你的恩典 就是要让你 抛弃你从前的 那个罪恶的 那个生命的样式 因为你原来 你原来活着的那个命 你视为命根子的那个命 正是害死你的 你每一天所 所过的那种生活 正是要把你带到地狱里去的 耶稣要把这个东西砸掉 把它砸烂了 然后让你丢掉 然后给你一个新的 全新的 要活到永远的 那个 以后 你有一天 虽然你在这个世界上会经历忧伤痛苦 苦难 会经历死亡 但是你将来有一天 会复活 而复活了之后 你睡那一长觉醒来之后 你将永远不再经历任何忧伤痛苦 你说这个 这个我不信 这个我不信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还不信这个的话 那你还不知道你的信是什么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你不信这个 我可以理解你 因为这个看起来 有点 有点太难了 就是说 这跟我们的常识 跟我们所接受的教育 相比 这个差异太大了 但是亲爱的朋友们 基督教信仰是一个 是一个整全的图景 它绝不是一个 是让你来做的一个判断体而 如果你真的 你信的意思是什么 你信的意思是这样子 你从前是在黑暗当中 摸索的过火 你是完全看不见的 但是有一天 你信的意思是什么 你信的意思是 你忽然之间你看见了 忽然之间有光了 就好像如果我现在 我给你们看到的是这个 黑的 完全黑的 没有 但是等到 把灯打开的时候 你看见了 你就看见了什么 你看见了一切 那个真实的图景 你看见了 你看见了 你首先看见的是 不堪入目的 蟑螂老鼠 到处跑的 雾水横流的 这个破破烂烂的 你自己的那个 苍凉的生命 但是你同时会看到 上帝 已经如此奇妙的 给了你恩典 他说 他要把你 换到一个 永远 不再有罪恶的地方 而且是免费的 白白的给你 你这个灯打开了 你就看见了 没有光的时候 你自己摸索着过的时候 一切你似乎你都近在掌握 你觉得你这一切都很熟悉 你建立起来的 这一切的美好的东西 你觉得这 就好像刚才那个视频里面 这些人举的那个牌子一样 明白吗 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 来建立自己的那个小牌子 可以举起来的那个小牌子 但是你就依靠那个 你在黑暗当中摸的 过了这个 就好像一个人 一个人已经得了近视 他看不见 他看不见 看不见怎么办 就老老实承认看不见 然后就配个眼镜 信仰师给你这个眼镜 让你可以看得见 你 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近视眼镜 也许这个比喻还简单一点 如果我们再 再换一个比喻的话 信是什么 信是 就是你 请问你 现在我如果让你 让你现在走到户外 然后你可以去 指着天空当中的一颗星星 来告诉我们说 哪一颗是木星的卫星 你可以指得出来吗 或者说我问你说 哪一颗是 仙女座的 某一颗这个恒星 你可以告诉我吗 你看不见 你眼睛在后 你看不见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一个望远镜 你才能看见 是不是 那现在给你这个望远镜 你才能够看见 给你一个显微镜 你才能够看见 原来你手上有好多的细菌 在你一平方 厘米这么大的一块皮肤上面 我原来有数不清楚的细菌 你就看见了 信仰是给你这个望远镜 给你这个显微镜 让你看见那个极细微的事情 让你又看见那个极远大的事情 让你看见 又是给你这个光亮 让你不在在黑暗当中摸索 让你看见真相 让你看见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我想在前面这个问题里头 有人问你说 那是不是不信你 不信的人可以 也可以呢 不信的人当然 当然是不能 不信的人当然不能进天国 但是信是什么 刚才我已经分享很多 那有人问你说 既然耶稣爱我们所有的人 怎么舍得不让我们得救 耶稣爱我们所有的人 有的人 我想 在他完全不知道的时候 他已经得了太多太多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们 姊妹们 朋友们 你想一件问题 想一件事情 这个世界上让你活着的 最重要的事情 给予你的生命 以温暖价值和意义的那些重要的事情 有哪一件不是恩典 好像 在疫情当中 有人讲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美国的老先生 他 这个 在疫情当中感染这个 病毒 感染病毒 他就 后来治好了 治好了 这个 这个出院的时候 医生就给他那个账单 发现他 这个 呼吸的这个 这个空气 在那个 上了呼吸机 这个 然后这些就是 这个重要的这个资源 主要是 是这个 然后 因为那个时候 你知道疫情当中 这个 这个新冠肺炎爆发之后 最难受的是人 没法呼吸的 那 要 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上了 使他可以呼吸 那这个呼吸机 然后 使他可以呼吸 那个费用是 是好几万块 然后 这个人拿到这个账单以后 他就哭了 然后别人以为说 他是因为付不起钱 他哭了 然后他告诉他说 不是 因为 我想起来 这 我活了这几十年 我从来没有为我所呼吸的 这个空气 向我的上帝 感过恩 感谢过他 我从来不知道 我的呼吸原来是这么珍贵 亲爱的朋友们 我想对我们来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这样 其实上帝爱我们 在这个普遍的 所有的人 普世上 所有人这里 他都显出他的恩典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恩典 最重要的这个恩典 就是 使我们可以靠着 得救的这个恩典 去唯独 凭着信心才能得到 没有信心的人 得不到这个恩典 这个恩典 独独的 唯独是给 上帝做检选 然后他又来 给他信心的那些人 只有这些人 才会得到这个特殊的 这个恩典 这个恩典 是凭着信心得的 请注意 不是因为信心有功劳 是你用信心 去得这个恩典 信心好像是一个器皿一样 信心好像是一个途径一样 是借着这个信心 去得这个 但是不是 不是因为你信 所以好像你 你这个好像有一个因果关系 因为你信 所以上帝欠你债一样 不是的 不是因为你信 是因为上帝要借着 这个管道 来把这个 这个最重要的恩典 给你 你没有 你没有信心的人 得不到 抱歉 就好像 举个例子 现在 现在假设 这个 这个茅台酒场 现在 现在说 所有的人都可以 都可以白白的来 来这个 把这个 这个最 这个什么叫 成年的这个 这个 最最贵重的 在市面上 要卖这个 一百万元 一瓶的这个 最贵重的酒 大家可以免费的拿回去 然后你也去了 你去了以后呢 然后 你看到别人都拿回家 拿回家了 然后你也到了 你排队 你也排队 排到前面来 然后 那个 那个管 这个免费分发的人 来问说 朋友 你怎么不带东西呢 你说还要带东西 对啊 你要带东西来装 那叫你拿手捧回去吗 你 你 你为什么不带东西来装呢 你带的装的东西在哪里呢 啊 说还有这样啊 是的 你的信心不过是来装这个恩典 亲爱的朋友 可以理解吗 好吧 我们这个问题就会 回应到这里 好 我 我再 接下来再看 下面的一个问题 有人说 关于拣选 不明白啊 我想刚才已经 已经回应了很多 就是 上帝拣选人 不是因着我们 做得好 上帝在什么时候拣选我们呢 在创世以前 我们上次也读过一段经文 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 他在创世以前 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 所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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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你做的什么 跟这个 他有 要不要拣选你 你想想 在创立世界以前 就拣选了我们 如果 如果你觉得 这一处经文 还不够 来让你明白的话 那你可以 那你可以再看另外一处 就是说 在 呃 你再翻一处经文 给大家看看 就是 你看到在这个 圣经另外一处经文当中 讲到这个 以扫 和他的弟弟雅各 在他妈妈的腹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们 还没有任何的行为显出来 没有任何的行为显出来 这是在罗马书第九章 第十节的地方 他说 还有绿百家 既从一个人 就是我们的祖宗 以扫 怀了孕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只应要显明神 拣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招人的主 神就对立百家说 将来大的要属是小的 正如经上所记 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扫 是我所悟的 你注意到这段 经文是在讲什么 亲爱的朋友们 就说你看 以扫和雅各 还在他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 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 你说哪个恶 哪个善呢 那个时候善恶的行为 还没有显出来 上帝就已经说 将来大的要属是小的 就是以扫是哥哥 他要属是小的 所以 保罗就接着在后面说 他说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断乎没有 因为他的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 就恩待谁 这次看来 这不在乎那定义的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 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所以我们有什么功劳 有什么礼物 可以带到上帝面前来吗 我们有谁不是空手 走到上帝面前来的呢 没有一个 所以感谢主 有人 有人会说 是不是我非要破产 才能进天国 显然不是 而且圣经也很清楚地讲到 破产也不能进天国 是吗 你看明白了吗 破产并不能使人进天国 刚才在我们读的 马可福音的这个故事里头 这个年轻的财主的 这个故事里头 耶稣怎么回答他的门徒呢 他说 再人是不能 没有什么人可以 没有什么人可以靠着自己 进天国的 一个也没有 妇人不能进天国 穷人也不能进天国 如果有人以为说 他穷一点 他就可以进天国 那太奇怪了 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 穷人似乎比富人有一个优势 有个优势是什么呢 当然 我请注意 请仔细听这段话 我说的不是说穷人 就比富人更容易进天国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似乎有一种优势是什么呢 因为穷人在世上 有的东西少 所以拦阻他 进天国的 那个可以看得见的东西 也少一些 确实人在世上的东西越多 无论这东西是什么 无论是美貌 是财产 是权力 是道德 是学问 无论这是什么 无论你有什么 这个你有的这个东西 都很容易成为拦阻你 进天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总是想要凭这个 人总是想要借着他有这个东西 来到上帝面前 或者是在这个世界上 来建立自己的价值 但是你知道 信仰是什么 信仰就是 你这一切都不能够在上帝面前 建立任何的功劳 你要唯独依靠上帝 白白赐给你的恩典 他就是 他就是白白赐给你 那说 那为什么 耶稣跟他讲 跟那个少年人说 你要把你的东西分给穷人呢 就有点像 是这个意思 耶稣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高明的老师 他是因材施教的 他知道每一个人 心里的偶像是什么 也就是说 他知道每一个人 心里面心头所爱的是什么 最舍不下的是什么 所以他就挑战那个 他就告诉你说 如果你过得了这一关 那你的信仰就会真实 就真实起来 你能够豁然开朗 你就能够真正看到 那个真实的图景 所以 这个少年观的问题是什么 你看他什么都好 他的问题就是 他的产业很多 他舍不得 耶稣就在这个上面挑战他 其实耶稣很爱这个人 如果看到另外地方的经文 其实你可以看到 耶稣看着这个人就爱他 因为他确实这个人非常好 他从小的行为 他也很年纪轻轻 就很有道德 很有很有这个 很得人的尊敬 他是个官长 他也确实 有非常美好的见证 但是 耶稣知道他心里面有一个东西 是拦住他的 就点出来 点出来之后 这个人 他又又愁愁地走了 现在朋友们 对于你来说 你的这个 舍不去来的东西是什么呢 可能每一个人的困难 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是因着 因着他有道德 有的人是因着他有学问 有的人可能是 怎么 我请其他同工帮我来操作一下好吗 是 如果你看到有噪音的话 帮我来静音一下 我今天晚上网络确实有点问题 就是经常发现有一些不太 不太方便操作的地方 好 有没有现场可以来提问的人 大家可以到他们的东西来问好吗 长老 我想向你请教一个事情 那个信心是神赐的 那神不赐信心给我 我该怎么办呢 刚才我们讲 神赐你信心的管道和方式是什么 就是你要来听道 你要来回应 这就是上帝赐给你信心的方式 所以你不能说上帝不赐给你信心 你要问自己 你为什么不信 你不是问上帝说 上帝为什么不让你信 因为你已经来了 上帝已经让你听到福音了 他的意思就是要让你信 你明白吗 就是他愿意你信 愿意你得救 不愿意你沉沦 上帝赐人信心的管道和方式是什么 就是透过圣经的传讲 透过福音的这个传讲 使人能够知道这个好消息 知道这个好消息之后 他就来回应 他就来回应这个好消息 就说我愿意 我觉得这些这么好的事 白白的给我恩典 然后一点都不要靠我功劳 这么好的事情 我要这个 这个是上帝赐给你信心的方式 所以你要问的是 或者说我想请教你的问题是 你为什么还不信 那个寻求救世主 你可以告诉我 你为什么你还不信吗 因为CCP CCP是中国最厉害的人啊 他们这个 你看这个在1930 三几年就把那个安徽的 那个美国的宣教室砍头了 过了十多年 还取得了中国大陆的 这个夺取到了这个政权 现在还把王仪牧师 抓到监牢里面去了 还杀了很多的这个基督徒 他们都是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的 他们还那么厉害 你们还被他追得到处跑 所以你信CCP 不信上帝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不敢讲 不敢讲 我感谢主 我感谢主 我看到了那个苏联老大哥 他已经后悔了 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 九加诺夫已经讲了 我们俄罗斯共产党 做的最愚昧的一件事情 就是逼迫基督教 我们俄罗斯共产党 现在发现新耶稣的 共产党员一般来讲 都是好党员 那 那现在你还有什么障碍 你想哈 你现在正在这个过程当中 苏联的事情是已经是历史的 对吗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觉得CCP可以大过上帝吗 它可以比上帝更厉害吗 在中国好像是 在中国 你再用心想一下 你觉得会是吗 如果是的话 我们今天晚上来的这些人 都傻瓜了 这个都太傻了 就是 那我们 当然我们 我们是傻瓜也不要紧 我们是傻瓜不要紧的 其实我们 因为这个才一百多个人 都是傻瓜 或者说 就是中国基督徒 就七八千万人 都是傻瓜 这个也不要紧 就是 当然有这个可能 这七八千万人都是傻 这个当然有这个可能 没有 这个也不要紧 要紧的是什么 就是你要看到上帝 在这个世界上 所显出来的 无数的 大能的证据 且不说别的 我就讲一样 我今天在小区里面 我下去小区里面 这个小区里面 那个桂花开了 然后特别香 特别香 就是我在想一件事情 为什么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 桂花就要开呢 它为什么要特别香呢 它欠我吗 它欠谁的 它必须要香呢 它不香 谁能把它怎么样呢 它为什么要这么香呢 我就搞不懂了 谁能够使这个桂花 能够更香一点 或者更不香一点吗 上帝 上帝在这个世界上 做了无数的事情 每一天 它掌管这个天地宇宙 只是它有的时候 任凭恶人 在这个世界上显出一些 它的作为出来 要叫那些跟随基督的人 要叫那些信上帝的人 更明白我们信的是什么 要叫那些不信的人 无可推诿 无可推诿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太多的事情 已经向你显明 上帝如此真实 但是你却 一次一次在证据面前 你说我就是不信 你不信没关系 你不信 我相信你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 没有谁会 因着你不信 要把你怎么样 如果谁因着你不信 要把你怎么样 那这个来行动的人 或者是机构 一定是有问题的 基督徒绝不会因为你不信 要来逼迫你 要来攻击你 不会 但是你知道最后 你今天所听的这些道 你今天所知道的这些福音 将来有一天 如果你真的不信 将来都会成为 审判你的证据 因为你听过 你实实在在地知道 你很清楚 其实你无可推诿 你知道上帝爱你 但是你说我不信 我愿意选择 我愿意选择另外一条路 我就是不信 那你的寻求 愿上帝继续带领你的寻求 我相信 若是 若是 你真的是诚心寻求 你能够找到的 就是主就一位 就是那一位 在木头上 为你 第一十字架的那一位耶稣 你一定会认识他 若你诚心寻求 我手带领你这个 感谢主 谢谢长老 谢谢 好的 我看到那个恩词37在举手 你 那个张姊妹有问题吗 请讲 谢谢长老 平安 我们有一个福音朋友 他叫 有一个福音朋友 想问你个问题 等了好 好久好久 好请说 他自己不会表达 他说 他叫我给你说一声 他就是 他说他相信谁 他也知道他是罪人 他不知道如何和神交通 然后他进来到天国没有 他儿子也是信耶稣 但是信心不足 因着各样的环境 那种逼迫 很多时候他也信心软弱 他也不知道他为他儿子祷告 他今天晚上叫我给他祷告 他就想问问题 他又不敢说 他又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这个问题 他说 他像他说的 你要钱还是要命 他说我要命 你说这个问题 好感谢主 好 好 谢谢主 好你要命 你就按照你要命的方式 来回应 来证实的 你真的要命吗 你真的愿意选择生命 而不愿意选择 在世界上的 你看 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 你说 因着信基督教 好像有一些艰难 有些困难 那就是这个问题 你到底要的什么 你这一些环境 显出来 你要钱还是要命吗 如果你真的这个命很重要 在世界上这些东西 真的重要吗 真的不重要 对不对 所有的这一切 与永生相比 只不过是个零头 零头都算不上 如果有人给你 给你 一万亿 然后你还非得 要住在你那个 现在只值一万的 那个房子里 然后你说 我就要 我就要这个 这是我的 我告诉你说 你从那地方搬出来 我要给你一个 只一万亿的 你说我不干 我坚决不干 这个 这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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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你 你那个地方怎么来的 你都忘记了 其实你现在住的 那个一万也是给你的 然后你说 这是我的 你不干 是的 那如果你愿意 你就 不是说你要做什么 多少好事 我相信愿意的人 上帝会给他 不同的机会 我想 不同的人 能做的事情 是不一样的 不是每个人 都要一模一样的方式 去来 来真的是 回应上帝的爱 就好像一个 小孩子 收到爸爸妈妈的礼物 小孩子要做什么 小孩子可能 他就 不一定要做什么 有的小孩子懂事 他就说 他就开始 帮爸爸妈妈洗碗 他就开始 这个 帮妈妈 这个累的时候 他就 帮他做 做做家务 然后 捶着腿 揉揉肩 也许会做这些 有的小孩子 什么都没做 他就是 就是在家里面 他就是个儿子 他知道 他很清楚的知道 他就是在家的儿子 他就是在家的孩子 但不仅是儿子女儿 也可以 是不是 他就安心的 在这个位分上 他就知道 他已经得了 这谁能够改变呢 你是 你是儿子 是女儿 这谁能够改变呢 这也改变不了 所以 即使你 你在世上 你什么也没做 你是儿子和女儿 这就足够了 你相信这件事情 你知道这件事情 这就足够了 所以刚才我再重复那句话 耶稣说信神所拆来的 这就是做神的功 所以你怎么为神做什么呢 你最重要就是信他了 信他 那怎么与神交通呢 就是在他的面前 来读他给你的话语 与他已经拣选的那些儿女 一起来团契 去参加教会 去敬拜他 去唱诗 去赞美他 然后在其他人 有需要的时候 去帮助他 然后把福音带给 那些还不认识的人 等等这一切都是 都是每一个基督徒 都或多或少 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 我们不是应该做这些事情 在上帝面前 好像我们可以 可以证明 我们配的 还是不是 所以求主来帮助 老阿姨 就是愿主来告诉你说 他为你死 不是因着你 这个恩典是白白的给你的 你只要来宣告这一个 这个耶稣基督是 是你所信靠的 就足够了 就足够了 并不需要你做什么 就是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每个人 因着这个恩典 在他里面 驱动他 让他心里面 就是感动 坐不住 一定要做一点什么 来感谢上帝 那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那愿上帝来保守 带领你 如何的来活出 这个感恩的生活 活出这个喜乐和平安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都 惶惶不可终容的时候 觉得瘟疫啊 经济危机啊 觉得台海危机啊 国际危机啊 这些 他都看到好多东西 就觉得自己 觉得特别担心 特别忧虑的时候 你活在天父的 应许当中 你特别的喜乐和平安 这就是主角你的 主与你同在 就是如此 你并不需要做什么 好 我就回应这么多 好吗 谢谢 他就是说他不会跟天父交通 今天晚上他就说 请你们长老给为我们儿子祷告吧 我会为你的儿子赖墙祷告好吗 但是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你来为他祷告 其实我能够为他祷告的是少的 我今天一定会为他祷告 但是请你来为他祷告 我在这里分享一个故事 谢谢 本来我是想要请那个我们的一个弟兄来分享 但是时间关系我还没有跟他沟通好 我们有一个弟兄 他没聚会 哦好的 我知道了张子梅 我会为他 为赖墙来祷告好吗 可以听到吗 好的 请说 我好 好 你先说 我有一件事想问你了 我过去 过去才是非所获得 知道像耶稣好 但是离不开这个水 这个水就下次能够离不开 最后后来耶稣 我就不知道 把这个水最后就给人落开了 落开最后 再不下次才能来到祖耶稣 你说他是不是受监险额 将我来到他边去 抱歉 我没太听到明白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翻译一下 哎 我我跟你说 我说我过去在塞种 或者 知道吧 是 或者在塞种 离不开这个塞 这个塞下次能够离不开 嗯 这个塞就 不知道可能 住就能落开 就给人落开以后 那才坏到祖坑去 感谢主 我说在塞种树界线 给人开了楼 哦 是的 是的 感谢主 就是 我重复一下 看 我没有听明白 好不好 好 我重复一下 看我又没听明白 你说 从前 你是活在罪中 被罪狭制 但是上帝呢 把这个罪给你 挪开了 然后为你开路了 你想问的是说 这是不是上帝 为你开路 然后让他 让你可以到他面前 是吗 啊 是 是 哦 感谢主 是 是的 当然是 当然是 今天晚上到这个房间里面 所有的人 我不知道上帝做了什么 他一定做了很多事情 使得你来到这个房间 那肯定是 那上帝做的事情 在每个人生命当中不一样 不一样 那你 你已经看见上帝 来带你 已经对付了你从前的那个罪 你已经 他把你的罪挪开了 让你可以 从罪中得自由 那我们感谢主 当然 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 还不是我们 我们认罪 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罪 最重要的事情是 信靠耶稣 因为我们的罪是无穷无尽 只要我们还活着 我们每一天 我们的心思言与意念 这个简直是 要犯无数的罪 你的罪是 我们的罪多如羊毛 只是多得数不尽 你对付了一个 又会有一个 所以最重要的不是 我们怎么对付我们的罪 最重要的是 我信靠那一位 为我们钉十字架上的耶稣 他在十字架上 已经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 我们过去 现在未来 一切的罪 他都已经担当 已经洗尽了 我凭着耶稣 在十字架上 做的这个工作 我就可以 坦然无惧的 站在上帝面前 而是可以通过 那个末日审判 上帝说 要称我为义人 这是 这是关键 所以 所以我们当然 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 在世上 我们每一天 都要以自己的罪征战 我们都要来悔改 我们不断地要 去 去 靠着耶稣给的恩典 来对付我们 但是请注意 重要的不是对付罪 重要的是信靠 这一位 已经胜过罪的耶稣 好吗 谢谢你 好 愿主来帮助你 好 谢谢 好 我再看 我再看这个上面 有人留言的问题 我看你还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留言的问题 有人说相信有上帝创始 怎么确认你就是这一个神 感谢主 这个不容易 是的 相信 有上帝 相信有神 相信有神论 这个是 迈向基督教信仰的 非常重要的一步 但是 正如上帝在圣经当中 所告诉我们的 上帝唯独透过耶稣 将他 对人的 那一个 完整的 计划 特别是那个救恩的计划 完整地显出来 所以 你怎么知道就是这个神呢 这世界上有 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信神 当然 即使信一神教的里面 也有伊斯兰教 也有犹太教 还有基督教 为什么基督教所 相信的这位神 是唯一的 唯一的 真的 为什么基督教要宣称说 其他的神都是 都不是 为什么这样 就是说 为什么基督教信仰 有一种强烈的排他信 你宣称你这个信的是唯一的真理 其他的都不是真理 其他的道路都不能够通向上 包括犹太教 我说 包括犹太教 犹太教 你们 你们的犹太教不是 不是同出一员吗 是的 是同出一员 但是 请注意 那 犹太教所相信的 那个经典 就是旧约圣经 旧约圣经 是要指向基督的 旧约圣经 他本身 他自己并不能使人得救 旧约圣经 所启示出来的 上帝那个至高的律法 最后要把人的罪显出来 要显明人的无能 最后要把耶稣 清楚地指给人看 知道说 上帝在整本旧约当中 不断地预言的 那个要来救我们的救世主 那位弥赛亚 那位基督 他就是耶稣 如果 如果你 就好像你 我这么说 如果有一个人 他 这个 看一部电影 他看了一半 他看了一半 然后他就 走了 然后 另外一个人 他看了整部电影 然后 然后那个看了一半的人 他跟你说 他说 我知道 这个世界上 这个什么真相是这样子的 这个人是好人 那个人是坏人 他们怎么怎么样 然后这个就怎么样 然后 然后你 你怎么回应他 你看了一部电影 你告诉他说 不是这样子的 你以为的前面那个好人 其实他后面 其实他根本就不可靠 你以为 你以为 前面那个很不起眼的那个人 积极无名的那个人 那个人 他才是主角 你都没看到主角 后来怎么 怎么爆发 他怎么来翻转这个结局 然后你就 离场了 然后你也 号称你知道这个故事 其实你不知道 我可以说 犹太人 他知道了 开始 却不知道结局 他不知道后面 他不明白的整个大的图形 是什么 这就是他跟我们的区别 所以犹太人 他信的跟我们非常相近 非常像 是的 非常像 他信的那个独一的上帝 那一位在历史当中 说话的上帝 但是他们却不明白 为什么 因为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唯多父怀利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所以犹太人当中的那一位 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话 那个犹太人当中的 那个 那一个模范人物 那个尼格迪姆 他来问耶稣 你可以读 约翰福音第三章 看到 他说 我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 如果不然不然的话 你就不能够行这些神迹 但是 耶稣就直接打断他的话 告诉他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火 然后尼格迪姆就晕掉了 你明白吗 耶稣就直接告诉他说 你光光有那些犹太教的知识和 一些你总结出来的 似乎你知道我是谁 那是不够的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够见神的火 犹太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他想要不重生 就能够见神的火 就能够记神的火 他想要靠遵守律法 就能够蒙神悦纳 但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律法最后总结出来 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 所有的人都是服在律法以下 律法证实所有的人都 亏训了上帝的荣耀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 行律法来得上帝的劣纳 而唯有一位 就是耶稣基督 他守全了律法 他完全了律法的义 将这个义归给我们 他又担当了我们的罪 他使我们不能够守律法的这个罪 他担当了 所以亲爱的朋友 我想我可能仅仅讲这些话 还是似乎还没有向你证明说 基督教的上帝就是那个唯一的 那一位上帝 但是我相信你 如果你真的是在知识上 你诚心的去比较 你老老实实的去看 我相信你 你会走到那一位基督面前 你会知道它 它是唯一的道理 真理和什么 好 谢谢 然后 我看再看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已经没有问题了 是吗 好像 就是一些分享 是吗 是 是有一些 有些朋友的分享 我看 有人问说 世人不信主的人都要下地狱 那么生前的善事 都没有区别吗 有区别 当然有区别 有什么区别 你看 不信主的人都下地狱 这是毫无问题的 我这样来向你说 原本所有的人都该下地狱 所有的人 没有一个人是不该下地狱 按照我们自己的行为 按照我们自己的生命 人都是该下地狱 但是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 因着 耶稣的恩典 因着他信耶稣 耶稣将他的义归给他们 耶稣又担当了他们的罪 耶稣替他们死 替他们承担了那个后果 所以呢 这些人 最后 最后他被算作是无罪的 他能被算作是义人 那其他的人 那自然 就自自然然的下地狱 因为我们本来 我们本来都是该下地狱 按照我们的本相 那这些不信的人 是不是 做好事的 做坏事的 都毫无区别呢 不是的 不是 当然不是 你看 有两个区别 第一 在他们生前的时候 就有区别 在这个世界以内 在时间以内 在历史的河流里面 就有区别 这些做好事的人 这些道德高尚的人 他们其实已经彰显出 一部分的彰显出 上帝造他的 放在他里面的美善公义 和一切的美好的兴趣 那个他因着这一些 已经得了他的奖赏 得到他的奖赏是什么 得到他的奖赏是 在世上他可能 因着他很勤劳 所以他过得比别人好 因为他很诚实 因为他很聪明 有智慧 所以他比别人 更多的取得 这个社会上的成功 或者是纵使 他在这个世俗的意义上讲 他没有成功 但是人们尊敬他 人们把他当作一个 道德上的一个模范 或者是一个知识上的 一个典范 人们尊敬他 他已经得了 他的这些好行为的奖赏 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 还进而言之 道德本来就是 有道德的人的 最大的奖赏 你理解吗 就说这一个 因为这个道德本身 就是上帝赏赐给他的 他已经得了奖赏了 何况他还得了 其他人的尊敬 得到世界一面的名声 各样的好处 也许还有财富 也许还有其他的好处 各样的 各样的 还有一个 也不是所有的罪 在末日审判的时候 都受的审判一样 当然我并不是说 地域有十八成 地域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整本圣经向我们启示出来的 就是并不是说 希特勒和那一个 一个很普通的 没有听过福音 他还是一个好人 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 举谁的例子呢 就是我想 也许 也许 我们可以举一个 中国人的例子 中国人当中 有一个 鲁迅吧 好吗 或者是鲁迅吧 好吗 大家都知道的人 鲁迅也好 鲁迅也好 这个人 可能还挺好的 是不是 都有很多人尊敬他 他也没 似乎也没做什么坏事 他还做了很多好事 那希特勒跟这个武训和鲁迅 他们 我得说 首先他们都去地狱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不信的人都去地狱 这个地狱本来是我们的标配 是我们该得的 但是说去地狱都一样吗 待遇都一模一样 是这样吗 不是 显然希特勒要受的审判更大 当然 也许还有另外的人 比希特勒要受的审判更重 你知道最危险的人 是谁吗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 最危险的职业是什么吗 最危险的职业是传道人 你知道吗 最危险的职业是传道人 因为传道人如果 没有传上帝的道 如果他自己没 甚至他自己都没有信 他为了金钱的缘故 为了民生的缘故 为了要得人尊敬的缘故 他装作性 然后最后他把很多人都带到沟里面去了 他将来要受的审判 是何等的重 当然我的意思 我想我讲清楚了 就是在生前和死后都不一样 好的 那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人说知道主是能够属我们的 知道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为什么平时工作等方面 还不知道依靠主 忽忽忽忽的 有困难有压力 还是自己肉体在扛 感谢主 我们基督徒都是软弱的 每个人都是如此 没有人一信主之后 就是完全就成圣了 成圣乃是一生之久的功课 有的时候正是在这种 在我们的软弱当中 在我们的这个无能当中 上帝的恩典才真实的写出来 我这么说 就是所以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你看到说 正是 我甚至做的这样来说 正是因为你平时还不知道 依靠主 你糊糊涂涂的 有困难有压力 还是自己肉体在扛 等等这些事情 越发的证明 恩典就是恩典 他真的丝毫不是 因着我们的行为 对吗 如果我们真的看清楚 这件事情 我们就看见 我们的罪真的是可恶 而恩典又是 真的是如此的真实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那也使我们真的是 知道说我们 要如何的抵挡罪 要竭力的去 与自己的罪征战 在与罪征战上面 我们 我们真的努力都赌够 我们是真的应当来 竭力的依靠圣灵 依靠基督的恩典 来与我们最征战 那 为什么我们 还是这样 因为 因为我们 虽然 已经得了这个恩典 但是我们 我们 还在 路上 还在路上 我前段时间 有跟家人一起看 这个 天路历程 我们读天路历程这本书 这里面有一个人 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他叫做 忧欣先生 忧欣先生就是 一天都是觉得自己 哇 好糟糕啊 就是完全不配 然后又很软弱 又很担心 又很害怕 然后什么事情 都不得 都是 都是 都是微微缩缩的 但是这个人 却是真实的 进了天路的 走完了天路的历程 如果你在看 这个天路历程当中 还有一个人叫小信 小信 一看到小信 你就 你就不喜欢 是不是 但是 请注意 小信 也是信的 小信 最后也是信到天国的 反而是那些装甲的 那些 那些好像表 好像表现的 很不错 但是实际上里面 是假的 夸夸其谈 有一个 有一个人叫多子 多嘴 他讲那个道理 讲的头头是道 但是他一踏糊涂 根本就 其实根本就不信 他没有真实的走天路 他没有进窄门 他是从近路进来的 然后 那个人 确实不得救的 所以 我们在 今生的 成圣的 这个道路上 真的是 一生之久 都要依靠恩典 而且 这个 恩典 为 显出他的 作为 但是最后是在 在我们最后 生命的中了的时候 我们看见说 我们真的不是靠自己 上帝真的恩待我们 我们 纵使一生都是这样软软弱弱的 这样忽忽忽忽的 那是上帝的爱 去 把我们完全的 涂抹 包裹 完全的带领我们 难以置信 这是上帝的爱 所以 我想 那 当然我们要竭力追求 就是 你总是要去对付 但是如果你现在还不够好 那 不要 不要 过分的 自我责备 以为说你好像 你好像没有指望一样 你 你总是是竭力的去 依靠这些 这些 日常上帝给你的 这些蒙恩的管道 你 你跟随他就好了 不是我们 我们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 特别好的行为 才能够证明我们是蒙恩的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就 这个问题先回应到这里 好吗 我看到有一位举手的 薛宁 请说 好吗 就是 那老长老 你好 你好 我想问 我想问一下 就是在创世纪第三 第十五章 就是说 女人的护益 和蛇的护益 这个问题 就是 就是我理解不了 谁是蛇的护益 谁是女人的护益 嗯 其实很简单 这个问题 当然 你看到 当然 如果你要我一个 完整的回答的话 我要把整本圣经 都要给你讲一遍 因为 这整本圣经 都是 整本圣经 都是在 就是在讲 蛇的护益 和女人的护益 的这个大故事 蛇的护益 就是 那个 在上帝 的恩典以外 在上帝 所指示的道路以外 依靠自己的 这一切的人 从最早的时候 该亚 不是该隐 该隐 和在 挪亚的那些时代 不幸 从挪亚 所谈的福音的那些人 和在 亚伯拉罕的时代 亚伯拉罕的家族 以外的 这些人 和在这个 古代 以色列 这个民族 以外的 所有的这些人 和在今天 知道今天 新约的时代 是什么 就是 在耶稣基督的 恩约 在耶稣基督的 圣 恩典的约 之外的 这所有的人 都是 都是 蛇的后裔 都是蛇的后裔 那 女人的后裔 女人的后裔 首先 是指的是 从根本上 指的是什么 是基督 是基督 女人的后裔 是一位 最后他打败 但是 但是女人的后裔 也是指的 一个近前的 这个 这一只 从亚伯 到赛特 赛特的那个 他那个 那个族谱 赛特 生以罗氏 以罗氏 生了谁 然后一直生到 挪亚 挪亚 挪亚之后 生了闪 闪之后 生出来 生出来谁 生出来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 这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然后一直到 一直到谁 一直到 耶稣 对吗 就是你看到 今天我们所有的 这些 这些女人的后裔 今天我们 我们说我们是谁 我们就是在基督里面 那个女人的后裔 我们是在基督里面 蒙拣选的女人的后裔 而不是在肉身上 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我们今天在 属灵上讲 我们就是 尼哈拉罕的后裔 我们就是大卫的 后裔 大卫的子孙 我们是跟基督一同 蒙恩的 在基督的死里面 我们死了 在基督的复活里面 我们又活了 这一群人 这一群人是女人的后裔 所以在历史上 整个 整个人类的历史上 都显明 这个女人的后裔 和蛇的后裔的 这个征战 这个是一个大的画面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就是简而言之 信和不信 好的 还有 还有 这个 因为我是比较坚信 这个 就是女人的后裔 要击打蛇的 那个后裔的头 她要伤她的脚后跟 但是在启示录里边 我好像 就是好像感觉 好像 就是包括当 现在当下 就感觉好像这种 这种就是蛇的后裔 好像 好像 好像他们很 威猛 很有力量的样子 就是 就是这种感觉 有点不太好 您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历史上就是这样子 你想 你想一开始的时候 在该隐和雅伯两个人的时候 谁厉害呢 该隐厉害 对不对 雅伯是被打死的 对 雅伯是 雅伯看起来微不足道 但是圣经一直提到雅伯 发现没有 一直到希伯来书 当讲那个信心 信心伟人的那个榜的时候 第一个提出来是谁 是雅伯 发现没有 然后 上帝没有忘记雅伯 而且 在后面讲说 那个雅伯的血 雅伯的血 是耶稣的血 比他说的更美 但是雅伯的血 也在述说 上帝的这个恩典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 所以你看 连雅伯都被上帝纪念 这是 就是 女人的后遇 在这个世上 就是被逼迫的 是的 历史上一直是这样 你看 一直是微小的 好像一直是说逼迫的 但有一天 这一切会翻转 什么时候 基督再来的时候 基督再来的时候 这一切完全翻转 所以在世上 耶稣怎么说 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放心 我已经胜了苦难 对 这就是 在世上 我们还有苦难 请注意 我们在世上 我们在世上 不是说 因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 所以我们在世上 就比别人厉害 我们不是的 在教会 在整体上 呈现出来的是 一个 被击打 被虐待 被逼迫 被逼迫 被苦害的 一个状态 因为上帝要在 我们这一群的 儿女的身上 图满基督 患难的缺陷 基督所走的路 我们也要走 基督 背起的 基督说 有若有人信我 就当背起 十字架来 跟随我 那就是 背十字架干什么 背十字架来干什么 我不知道有没有 弟兄姊妹 想过这个问题 有些经常 也许念这个 背十字架干什么 背 老总请 被钉死 训道 背十字架去死 就是这个十字架 是处死你的 对不对 是要弄死你的 你背这个十字架干什么 背十字架 耶稣背着十字架 走到哪里 走到够够他 被处死了 你也背着十字架 背着这个世界的排斥 抵挡 侮辱 伤害 你背着这个 这样的十字架 然后背这个世界弄死 背这个世界排挤 背这个世界 砸碎你的饭碗 逼你搬家 半夜把你抓走 然后等等等等 然后抓你坐牢 当然有很多人 其实我想 就是上帝按照我们的信心 按照我们的 神圣的需要 按照他的恩 要赐给我们的恩典 他量给我们不同的道路 他给王一牧师的道 恩典特别多 特别大 所以 王一牧师被判了九年 这个 这个 这个不是说 这个 上帝特别 不喜欢王一牧师 然后就让他 判九年 是因为他的恩典特别大 我很感恩就是 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 有很多人 也 也多多少少的 也跟着 王一牧师一起 来承受上帝所给的恩典 多多少少 多多少少 我们都在经历这个 而且现在整个中国教会 我们看出来了 整个中国教会 也在上帝的这个恩典当中 是女人的后裔在世上 是要经历这个 所以在史诸行证里面讲说 要进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是的 就是看起来 这是从 从我们肉体来看 这就是艰难 但是 如果你从属灵的眼睛 打开 你就看见 这实在是上帝恩待我们 他要炼进我们 这里头许多的杂质 他要除掉我们里面 许多的不幸 他要拿开我们 生命当中很多的疑惑 所以 你的世上有苦难 中国教会有苦难 这个实在是上帝恩待我们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有一个美国的朋友 他曾经在中国跟我一起服侍 他后来被驱逐出境 他就特别羡慕我们 特别羡慕我们 特别羡慕什么 特别羡慕我们可以 这个被抓起来 特别羡慕我们可以为主去坐牢 特别羡慕我们可以为主去做见证 特别羡慕 他特别 他巴不得 他经常问我 什么时候我可以回到中国 什么时候我可以跟你们一起 但是 我们总是劝他 这个是我们理解他的这个心 但是我们也愿意他说 如果你在外面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可以服侍主的话 其实也是主所悦难的 不一定非得用这一种方式 是的 今天我相信也是这样 就是不是说只有坐牢一种方式 才是荣耀主的 你在家里面 你可以真正的做一个姊妹 可以真正的在爱心当中 去顺服自己的丈夫 去爱自己的丈夫 当一个丈夫可以真正按照上帝所给的恩典 去真正去爱一个妻子 然后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养育我们的儿女 在这当中也经历许多的艰难 这一切也都是荣耀上帝的 在我们的职场上 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 在我们的邻里之间 在我们所认识的朋友当中 我们被人排挤 被人看不起 被人现在越来越边缘化 在这种变化当中 我们有以喜乐和平安 来彰显上帝与我们的同在 这个也是不容易的 这也是荣耀主的 不是说唯有坐牢一条路 不是的 但是坐牢上帝要赐给谁就赐给谁 他如果说要带你去 你就去 那你知道这是主与你同在 不是你自己去 所以感谢主 那个宣灵姊妹 谢谢你提的问题 就是所以你看到整个这个历史 女人的后裔所经历 关键是那一位女人的后裔 已经彻底的在十字架上打败了魔鬼 已经决定性的 十字架上已经决定性的 打败了魔鬼 今天晚上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来讲启示录 因为如果以后有机会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启示录里面 那个美好的画卷 让你看到 清楚地看见 对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个历史 是怎么回事 将来的这个一步 将来会发生什么 在将来的将来又会发生什么 我们看来 在圣经上看得很清楚 感谢主 我们在世上有苦难 但是主耶稣已经胜过这苦难 感谢主 好的 谢谢主 感谢主 您的刚才的这个回答 让我想起了 王一牧师在一篇讲道里面 对一个秋雨教会的 被派出所抓过的弟兄说 说你在鼠灵里面发了财 说你在鼠灵里面发了财 然后我还想到了 王一牧师有一篇讲道戏迹的主题 就叫做去死吧 您的刚才的回答 让我对这个印象深刻 谢谢 谢谢李小小老 谢谢 谢谢你 李老师 李老师 请说 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很多的情况 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说 责备 责备和批评 到底是怎么去分店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抽象 不太容易回应 就是 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说 简单来的一句话 就是 我们的总的原则 就是 凭爱心 说诚实话 所以 责备和批评 我不知道你 在讲的具体的情形是什么 无论是责备也好 是批评也好 那第一个 它要是真话 它要是说真话 而且它要是凭爱心去说的 所以 因为我不知道你具体的情形是什么 所以我就只能 这样简单来的说 好吗 有一位 陈阳 陈阳 请说 你好 李长老 你说 我有一个圣经的问题 就是在《马太分》九章 那个十四到十七节 那的角色论到进食的时候 说到那个心部 这个不能补在这个旧衣服上 然后是这个心酒不能装在这个旧皮带里 要不然的话心部和皮带就都会被这个破裂了 这个地方我有点不明白 请李长老为我这个解释一下 好的 谢谢 谢谢你这个问题 就是你看到这个进食 就是说 首先这个问题前面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耶稣就讲到说 他是新郎 对吗 他是新郎 那么他和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的重要就是 重要的不是要进食 进食是为了干什么 进食是为了亲近主 对不对 那主已经与我们同在 我们进食是干什么的 你明白了意思吗 就是 所以 法利赛人是在干什么 法利赛人是 他是按照一条旧的 法利赛人所 他们所遵守的律法就是 就是这个 旧衣服 就是这个旧皮带 那现在耶稣所传的这个福音 耶稣所传的这个天国的福音 耶稣他自己 道成肉身 他来到我们中间 来给我们所开启的 这一个福音之路 他是和律法之路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你想要把这个新酒装到旧皮带里面 就是 你理解这意思吗 就是说 你现在想要说 让我们这个新约的信徒 也通过遵守律法的这种方式 包括军事 包括这一切 就是法利赛人所做的这一切 用这个方式来亲近主 这个都是 尤其是在耶稣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耶稣在里面讲的说 他还在的时候 这个是不合适 不合理的 但是他又说 他说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个时候他们就要禁食 他说 并不是说禁食这个事情本身是 你不要做的 不是说律法本身 是不要遵守的 不是的 我们要遵守律法 但是我们遵守律法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遵守律法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 我们遵守律法的理由 不是因着我们以为遵守律法 就可以来得到上帝的悦纳 而是说 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得了这个恩典 已经有这个新的生命 我们律法是我们新生命的 这个生活指南 是生活指南 我们愿意竭力的照着这个天国的至尊的律法 来自由的生活 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 所以 耶稣在里面讲的这个旧皮带 这个指的就是律法 这个新酒指的就是福音 好 我就回应在这里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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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好 我稍微说一个事情 就是我在这个留言区留了一个连接 我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很好 都是王以牧师的讲道 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包括威斯明斯德的信条 还有以赛亚书 还有古典教育 有十价 很多很多 这个平台运行一直很正常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说想学的话 想看的话可以进去 看一下 好 我把这个连接留在留言区了 好吗 好的 谢谢 谢谢弟兄 谢谢你提供的这个信息 大家自己去分辨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教会做的 可能有很多热心的弟兄姊妹 都在传播王以牧师以前讲的 感谢主 这个我们所讲出来的这个任何的信息 王以牧师以前也很清楚的讲 欢迎大家这个去传播 就这个不需要听到我们的授权和同意 大家都可以这个去使用 就是愿主使用 愿主来愿纳愿主使用 谢谢 谢谢弟兄 谢谢你们 长老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今晚的 那个就讲到人的罪性 包括这个真正的基督徒 已经真正的重生得救了的基督徒 是不是也不会 也不能完全克服这个嫉妒别人的心理呢 比如说这个牧师 有嫉妒另外一个更有恩赐 更有恩赐的牧师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的 这个是不是也是包括这个最新的 也是属于最新的 谢谢 是的 是的 你说的对 你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 是这样的 一个再属灵的 一个再被上帝使用的一个人 他依然是一个罪人 我们基督徒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 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 所以蒙恩很重要 但是我们依然 依然得承认我们是罪人 所以无论这个人 他是再有名的 或者再有威望 再显出多么美好的见证的 这样的一个基督徒 无论他是在全世界的范围里面也好 还是在中国的范围里面也好 显出来美好的见证的人 你都要看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而已 不要看他不高 要看这个人合乎中道 所以 那么意味着说 这个人都有可能会犯罪 他依然每一天都需要上帝的恩典 请注意 是每一天 没有一天他不需要上帝的恩典 可以自己站立的恩典 若是这个人想要依靠自己 他一定会重重的跌倒 他曾经被上帝多么高的举起来 他也会跌得有多么惨 所以 是这样子的 你讲的是对的 好 感谢主 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比较晚了 我看到还有一百多位弟兄姊妹和朋友在线上 真的是非常感恩 看来真的是有非常多的人 对圣经的真理是非常感谢 我真的是为此非常的感恩 我也请大家原谅我 每次我都是 其实我都是希望九点半就结束的 但是看到弟兄姊妹还有问题 还愿意来互动和交流的时候 我总是脱了糖 请你们原谅我 如果下一次你在这里的时候 你已经比较晚了 你想要离开 你就直接离开就好了 没有关系 而且我请你带着饶恕的心离开 你饶恕这位弟兄 他确实每次都脱糖 抱歉 我每次都没有按时间结束 请你们原谅我 我也知道能够为主做工的时间都是短的 所以我也非常珍惜跟大家在一起的时间 就是求主来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使我们可以在还可以来听的时候就听 然后愿主使我们能够听得明白 能够去做得出来 靠着主的恩典 所以我刚才讲了 就说没有人是可以不靠主的恩典的 你越是认识主 你越是知道恩典的奇妙 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你真的知道恩典有多奇妙 你就会早点投降 早点抛弃你的那个自我依赖的那个破烂不堪的那一套的东西 赶紧丢掉 然后快来投奔基督者恩典 主的爱真奇妙 主的爱真奇妙 愿主来带领每一位 愿主祝福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也祝福每一位木道的朋友 我们下周五再见 我来放一首诗歌 今天晚上 我最后来放一首诗歌 作为结束 我这是很多年以前 很多年以前 其实那时候我还不太认识主的时候 主借着这首诗歌来打动了我 这个歌非常简单 中国人写的 中国人唱的 我来跟大家一起来听这首诗歌 我们在这个诗歌当中 可以彼此的 就是可以留点言 彼此的问安 就在这个诗歌当中结束 好吗